大家好 欢迎收看11月22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台东县政府办理的2020客庄十二大节庆 台东毫米收冬季 21号的傍晚是在铁花村办理的最终场舞蹈进演 一共有来自花莲 屏东 台南 高雄等 共14组队伍齐聚铁花新聚落 展现独特的客家文化底蕴 以及踩舞文化的丽与美 花莲连踩运舞 县长老庆林公布第一名的队伍 并将奖牌与奖金 颁与获奖的队伍 被列为客庄十二大节庆的台东毫米收冬季 21日下午在铁花聚落举行了最终场的 舞蹈进演活动 吸引了来自花莲 屏东 台南 高雄等 14组的队伍参赛 透过舞蹈展现出优美的客家文化 而副县长也表示 今年能够吸引到外县市的民众报名参加 就是证明县府这几年来的努力没有白费 而未来也希望将活动办得越来越精彩 这个台东这个好比秋爱收冬季 这个已经办了十年以上了 每年都越办越大 刚刚也看到说这个屏东 花莲 高雄都已经远征到台东了 明年看起来 搞不好都可以开始打国际杯了 今年是因为疫情关系 对 搞不好模底稀释的客家人也会来比赛 精彩可棋 我是这样想的 那我想说待会我们一起来聆听比赛的成果 但是我觉得不管得到第几名 我觉得每一个人心目当中 对于自己都可以给予最高的肯定 谢谢各位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台东 享受我们台东客家的美食 跟客家的文化 谢谢 活动最后也到铁花村一旁的草地上 进行草地音乐会 以优美的歌曲搭配舞蹈表演 让大访的民众可以近距离的欣赏美妙的客家音乐 度过愉快的假日夜晚 记得陈静玲台东市报导